接下来要看的这场比赛也挺刺激的 最近是一场精彩的叫做中美警察自由搏击大赛 在长沙开始了 一共是打了七场比赛 中国警察赢了六场取得了搏击赛的胜利 这场搏击大赛中美警察都亮出了真功夫 中国警察擅长快而狠的腿法 可以说是威风八面 而美国同行们一击制胜的拳法也是神勇无比 在前三场66公斤级 71公斤级 76公斤级比赛中 中国参赛的三名选手赢得干净利索 其中71公斤级比赛中仅两局就取胜 七场胜了三场 看来胜负已经没有悬念 但没想到第四场81公斤级比赛 场上风云突变 中国选手被拳头击倒在地 美国选手获得了胜利 幸好在随后的86公斤级 91公斤级 91公斤以上级比赛中 中国选手全部取胜 这样撼战两个小时后 中国队取得了搏击大赛的胜利 比赛中拳脚相对毫不相让 但选手们的竞技风范都值得称道 在打中对方的时候总会表达歉意 要么扶起对方 要么用拳套轻轻敲敲对方的肩膀 美国选手尽管输掉了比赛 但还是非常礼貌地向观众致谢 并跟中国选手和教练员一一拥抱